日前知名男演员李立群再度回应采访风波 感谢影迷对她不离不弃 表示自己正在认真反省 当时不该接受剃眉的采访 导致被对方带到坑里说了很多不好的话 感到特别的后悔和自责 有一种真情落空的感觉 据悉李立群刚离开上海没过多久的时间 回到故乡宝岛之后就主动接受台媒的转访 自称是最爱宝岛的人 却遭到了岛民的误杀 觉得挺委屈无奈的 希望借这次采访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李立群本来只是枪化那些误解她的岛民 后来却被记者的提问给故意引到了2A问题上 于是她的话匣子就像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不仅尺度越说越大就连情绪也是越说越激动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李立群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 坚决反对武力攻击宝岛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她还说自己会死守在宝岛 正因为这番言论 她这段时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谴责和谩骂 说她是典型的两面派 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根本就没有底线可言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 李立群通过微博发文回应了此事 称自己是典型的2A一家亲 期待2A和平统一 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 但是她的回应并没有多少人买账 反倒让人觉得她这是心虚的表现 没有正面回应采访中所发表的不当言论 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客观来讲 李立群发表这种死守宝岛的言论 确实过于偏激强硬而且歧义性较大 容易引人浮想连篇 觉得她立场已经出现了问题 而不仅仅只是此前所设想的那样两边都讨好 两边都不得罪 然而超乎预料的就是 即便李立群已经两次回应此事 再三重申自己是主合派 同样也解释的是台梅故意挖糠让她跳 但公众却对此置之不理 该骂的还是在骂 该喷的还是在喷 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回应和解释而退散消减 当然光说不练假把事 话说得再漂亮还不如行动来的实际 于是就有很多网友表示称 并不是不肯原谅李立群 而是没有从她身上看到诚意 明自己比如说把上海的房子收归国有 然后以优惠价租给经济困难的劣势家属 这样才能够化解矛盾 真正实现两岸一家亲 说实话像这种建议确实挺狭隘的 剥夺个人利益实现集体利益 这就是活脱脱的道德绑架 因为这件事李立群已经遭受到了网爆了 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现在却幸灾乐祸还说要收回她在上海的房子 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呢